水煮牛肉 大家好,我是阿远 买了一块儿牛里脊 今天做一个水煮牛肉 把上边的筋膜先往下去一下 把筋膜去净以后了,切成薄片 切好的牛肉片拿清水清洗两遍 控红水一会儿腌制一下 牛肉片冲洗两遍以后了 把它控一下水 把水分控出来 准备点小油菜 把它清洗一下,一会儿垫底儿 抠点大米,蒸点大米饭 一会儿就着水煮牛肉吃饭 准备点葱姜蒜沫,一会儿再炝锅用 准备点泡椒,来点皮鲜豆瓣酱 斩到一起 切点干辣椒茄 牛肉片已经控好水了,放盆里满一下味儿 少点点盐 来点料酒 生抽 少许的蚝油 来点胡椒粉 来点白糖 抓匀 肉片腌制的时候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来点老抽,上色 这个肉抓在手上有粘稠感以后了 打入一个鸡蛋 肉片里边稍打点水 今天我用的是鲤鸡肉,这个肉片挺嫩的 打不了多少 适量就可以了 放入点淀粉 搅拌均匀 肉片上面封点油 轻轻的把它抓匀 撕一个爬鸡尺 这款爬鸡手势不错 肉质比较酥软 又特别的入味儿 它吸关节的地方都已经酥了 直接就脱骨了 这款爬鸡买回去了,直接开袋计时就可以了 冷湿 上边那碗,拿着来吧 这边来吧 把这个小油菜 和这个配点木耳 直接把它烫一下,垫底 锅里边来点油 放入点青花椒 炸酱以后了,放入做好的皮鲜豆瓣 姜米、蒜米 放入一小块儿红油火锅料 炒香以后了,添入清水 烫里边添入点咸盐味精 生抽 白糖 调一下味儿 烫里边少来点老抽上色 这个料熬个两、三分钟以后了,把渣子 把这个肉片下到这个锅里边 这个牛肉煮熟以后了 就可以倒入盆中了 烫里边添入烫油 先用这个盆把这个菜扣住 大伯,稍等一下过来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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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能喝得多 这是什么菜? 这是什么啊这个? 牛肉 谁煮牛肉起来 吃块鸡肉 鸡肉可软 这个铺肉这个时候好吃 好吃 这个是软 可香了 再来吃一口鸡串 这骨头也酥了 这是骨头 肉我吃这个 这是肉 这个鸡肉也透骨 鸡头 这个还是不用热 不用,凉个吃就行,只用凉个好吃 鸡爪还是凉个 就这块好吃 可以吃昂 我都吃这个,我都愿意吃这个鸡 吃点贵鸡就吃 咱们啊 太大鸡 其实肉质,肉质还可碎 可以可以,这个鸡可以 这个肉质,这个鸡吃着不贪 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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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着品质呢吧 嗯 鹿的味儿是可以的,这个是不? 确实不赖 可以 确实不赖 可以不赖 你觉得这个 你看我小时候都愿意吃这个骨髓 有什么事,摆盘啊 这也不喝的这个不是木贵 鸡是摆三盘 能摆三盘 你吃鸡肉,这还是挺不嫩的 你吃这个 你吃辣的,也不辣 鸡是辣 吃点大块 鸡是大块 嗯,鸡很 来 吃一只昂? 嗯,一只 买这个大块 嗯 这不是带饺子做 这个不是带饺子做 嗯,这是 瘦 这个哈喽不瘦 不瘦 瘦的呢 我小时候可愿意吃 买一回吧,吃两回 高了一两半两有蒜的,差不多少了 这个鸡肉吃的是真不赖 老人们吃也咬动了 是吧 挺好的